各位学员大家好 这一刻我们给大家讲一讲通过目标站点收集信息 我们在渗透测试的初期 最常见的手中可能只有一个网站的名称或者是地址 或者说仅仅只是一个IP地址 我们在进行有效渗透的第一步 就是从已知的这样的一个地址当中 尽可能多的挖掘出与目标相关有用的一些信息 很多学员可能在收到这样的一个地址之后 第一反应就是使用很多扫描工具 对目标进行一通扫描 这个时候由于目标站点或者说网络系统的配置 他们的安全措施都是未知的 那么就有可能对方的使用的防火墙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安全软件 对你所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扫描的一个行为 造成了一个告警或者说屏蔽了你的IP等等 不仅是打草金蛇也会影响自己顺利的渗透的过程 我们在这里首先就推荐大家使用一种被动的方式 进行一个信息收集 那么也就是说在目标站点的页面当中 首先寻找一些有下值的信息 或者说使用一些第三方的站长工具等等 进行初步的信息收集 我们通过目标站点的信息收集这一块 主要的收集目标有 首先目标站点使用的技术 它的页面数据库的类型 然后或者说它的后台的类型等等 目标站点的位置信息 它是否可能存在膨胀呀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第三点挖掘目标站点可能使用的网络安全配置 可以通过一些信息收集的结果去推测 对方是否使用了某种配置的防火墙 或者说他使用了某些安全措施是什么样的一种架口 第四挖掘目标企业或者机构可能存在的一些管理架构 一个大型的企业会存在很多的部门 那么这些部门的一些相关的关系 也有可能在后续的钓鱼攻击中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密码爆破 邮箱爆破等等 在这些过程之中很有用处 第五使用站场工具对目标站点进行一个初步的扫描 那么很多站场工具也集成了一些端口扫描 或者说其他的是否被黑检测等等 我们可以使用第三方的站场工具 首先进行一个初步的扫描 查询一下IP等等这样的一些过程 第六点 其他与目标站点相关的信息 目标企业机构的网站是信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 我们拿到一个站点之后 首先应该登陆这个网站去看一看相关的一些情况 做渗透第一步就是尽可能多的 从这个目标的网站上搜集一些信息 网站的内容通常可以帮助渗透游人员 了解一些目标的一些基本情况 比如说目标是做人子 目标提供的产品服务 它的地理位置和联系方式 它的招聘信息或者一些行政架构 管理层成员的一些简介 它是否支持一些论坛 或者说在网站之中是否暴露出一些目标企业机构 使用电子邮箱这样一个命名规则 然后搜集到很多比如一些企业的大事迹 或者说它的一些新闻 可能会暴露出的一些日期时间等等 可能会用于作为密码分析的特殊字符或者短语 它可能会形成一个密码的一个元素 我们在这里随机选择的一个企业网站 简单的讲解一下通过目标站点收集信息的一个简要的一个方法 我们在这里特别说明这是由于课程演示的需要 请不要非法测试这些站点 好的我们打开了一个企业的一个网站 在上面有一些内容会对大家后续的一些渗透 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帮助 目标网站上提供了一个目标企业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架构图 大家看我们在这里引去了这样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名称 可以看到有决策层 然后有管理层 有很多部门 比如综合管理部 科技管理部等等 有技术服务 在下面有一些执行的层级 有一些比如子公司或者说一些分支的这样的一些机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张图 去对目标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架构产生一定的理解跟认知 我们打开另外一个网站 在他的网站上会有一些他们的产品服务的一些展示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产品介绍有一些纤维 或者说是其他的这样一个材料 我们在做渗透测试的时候 就有可能可以考虑冒充这样的一些原材料的提供商的名义 去给目标发送一些钓鱼邮件 那么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提前了解到对方是做什么的 好的 我们再打开麦子学院的这样的一个联系我们这样的一个页面 大家看 首先我们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邮箱地址 我们就可能会知道如果麦子学院内部的员工使用的都是这样 这样at麦子edu.com这样的一个地址的话 他们前面的这样命名就有可能是员工的姓名 再加上这样的一个地址的这样的一个邮箱构成 就有可能会推测到其他员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邮箱地址 我们在某个企业的企业邮箱登录处这样的一个页面上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定的观察 发现这样的一个企业的邮箱 它并没有设置一个验证码安全机制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邮箱 我们就可以考虑在获取了目标企业某一个员工的邮箱名称之后 通过爆破密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从这个网站上面直接去进入目标的一个员工邮箱 我们可能会在某企业的主页底部 会发现这样的一些字符 我们通过这个字符就可以认为目标的这个站点 使用的是一个直闷的后台 最后我们可能会在目标企业的网站上 找到一些招聘的信息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说目标企业在招聘信息中贴出 需要招聘一个网络管理人员 熟悉思科某种交换机 或者是防火墙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技能 我们就可以推测目标的网络系统 可能使用了思科的某种防火墙 或者是交换机这样的一个系统 在后续可能会进行内网渗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 我们就有了一定的信息的基础 下面我们来讲一讲 使用站长工具对目标站点进行一个信息收集 使用站长工具通常会收集到 如下几个方面的一些信息 一个IP的查询 第二 同IP网站的查询 第三 呼一字信息查询 或者说利用呼一字信息进行一个反查 第四 子立名的一个查询 第五 识别服务器类型 页面类型 第六 DNS信息查询 第七 网站安全检测 第八 端口扫描 我们现在打开站长工具 这样一个网站 我们打开一个站长工具的IP查询 这样的一个页面 我们以Math学院的地址作为一个查询的目标 点击查询 大家看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把Math学院的这样的一个地址的IP地址 我们可以获取到包括一个数字地址 IP的物理位置 北京市阿里云BGP数据中心 我们可能就会考虑到它是租用的阿里云的服务器这样的一种网站的一个架构 我们再打开站长工具的一个子域名查询的这样的一个页面 我们可以查询一下百度 举一个例子 大家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很多百度的这样的一些子域名 这个就是使用站长工具对目标进行一些相关信息的一些查询 那么站长工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做一个初步的端口扫描 我们可以在这里打开端口扫描的站长工具的这样的一个页面 在这里输入一下我们查询到的麦子学院的这样的一个IP 点击开始扫描 我们稍等片刻 等待数秒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麦子学院这样的一个IP的扫描结果 80端口可是开放的 8081的端口是开放的 其他的一些端口常用的端口都是关闭的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编辑一下我们自己想要进行扫描的一些端口号 那么他支持很多的端口的扫描 这个是我们利用站长工具对麦子学院做的一个呼应子的信息查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不仅获得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电子邮箱地址 还可以获得一些手机号码 以及其他的一些DNS服务器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我们在获取到目标的某一个邮箱地址之后 也可以使用其他的第三方的一些工具网站进行相对应的进一步的查询 我们拷贝一下麦子学院的这样的一个邮箱地址 我们使用临查注册啊 或者类似于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注册查询的一些网站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如果获取到了目标的一个电子邮箱地址 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目标使用这个邮箱在哪些网站上注册过 或者说在哪些网站上泄露过一些相应的信息 我们就会有一个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了解 其他的利用站长工具 我们还可以识别目标使用的服务器的一些类型 以及页面的类型 是否使用的是IS或者是Apaq的服务器 那么RS是6.0的版本还是7.5的版本等等 这样的信息我们都可以通过站长工具 进一步的识别出来 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